在如今的娱乐圈 长相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面 很多小鲜肉都是依靠高颜值 被大众喜欢 但是很多人却是依靠丑而出名 今天我们扒一扒 思维台湾娱乐圈丑星 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现状 挖掘新闻内幕 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歪歪歪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许淳美 自称是商流社会人 人事的许淳美 召开的记者会 宣布正式皈依佛门 并且做起了慈善事业 这和之前结婚5次 婚内出轨 言言前比一切都重要的许淳美 简直是天壤之别 许淳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她又为何会有五段婚姻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许淳美的故事 曾有一个名叫小云的姑娘 是一个富豪家庭的小孩 很小的时候 就被妈妈送去了远方亲戚家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过 为了找妈妈 小云不设千里 才来到这里 但是她迷路了 听完小云的话 巡警们并不相信 因为他们觉得 不会有这么狠心的母亲 出现在世界上 可是经过多方查证之后 他们发现小云说的句句属实 她确实是富豪的女儿 只不过这个富豪是自称为 上流社会人士的许淳美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网友们纷纷吐槽 许淳美的人品和人性 面对这样的质疑 许淳美表示自己丝毫不知情 而远方亲戚 则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许淳美的身上 认为是她对小云的不负责 正是这件事情上许淳美 成功走进了娱乐圈中 当许淳美进入娱乐圈之后 当时台湾的一个大牌主持人张飞 找到了许淳美 希望她可以对抗当时 独占娱乐节目半边天的吴宗献 以及她的搭档如花 大家都知道 当时台湾综艺节目收视率最好的节目 都是靠着装疯卖傻 或者是戏弄在场的小伙伴 来博得眼球 而如花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可想而知 许淳美在节目中的定位 也是和如花一致的 所以就造成了观众们 对许淳美的印象 一直处在一个 十分不好的形象之中 可是已经是富豪的许淳美 为什么还会靠着装疯卖傻 来博的关注呢 其实这和她的原生家庭有关 许淳美出生在台湾一个 十分贫穷的七口之家 除了爸爸妈妈 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爸爸靠着在景点 给人家拍照 赚取一部分工资 但是这些钱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来说 只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身为家里的老大 许淳美根本没有钱买衣服 甚至是学习用品 更不要说是每个小孩 都十分嘴馋的零食了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许淳美早早就出去 利用客运时间打工 只要可以接受她的地方 她都会去 面对质疑和嘲笑 她也只能默默忍受着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许淳美就有了赚大钱的想法 她发誓这辈子 一定要成为上流社会的人 而进入上流社会的砝码 就是数不尽的金钱 在没有钱的日子里 许淳美十分卖力地工作 她坚信只要努力 就可以富裕起来 所以在19岁之前 许淳美一直都在 拼尽全力地往前走 虽然生活贫苦 但是许淳美却长着一幅 漂亮的脸蛋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淳美越来越出挑 成为很多男人路过时 会多看一眼的小美女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许淳美踏上了 变成富婆的快车 一天 许淳美受邀参加了一个酒会 刚入场了 她就被富二代李文青盯上了 她静止走过去 和许淳美搭档 甜言蜜语和温柔的小动作 直接俘获了许淳美的心 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 暧昧的气氛 就这样许淳美和李文青 共度了一夜春宵 醒来后的李文青 则是一脸的无所谓 直接走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 许淳美怎么可能会 轻易放过她 再加上李文青 还是一个大富豪 这可是许淳美 脱离贫穷的好机会 所以她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李文青和自己的父母 面对双方父母的压力 李文青不情不愿地 和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许淳美 结了婚 虽然有了荣华富贵 但许淳美的心受到了伤害 这和她幻想的美好婚姻生活 一点都不一样 所以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之后 许淳美果断选择离婚 离婚后的许淳美 靠着前夫的 十万块过剩了小康生活 但她并不快乐 整日以泪洗面 大骂李文青不念及 负其情意 不过她还是希望 可以找到一个 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共度一生 那时的许淳美是幸运的 没过多久 她就遇到了一个同样多金 并且帅气的男人 郑其松 郑其松是一个身家百亿 并且拥有数套房产的大富豪 遇见许淳美的那一刻起 郑其松就被她迷住了 于是两人就慢慢建立起了恋爱关系 就算知道许淳美之前 有过一段婚姻 郑其松依然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她依然愿意 把许淳美捧在手心里 听到这个话的许淳美 大受感动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的两人十分甜蜜 一直都过着相濡以沫的生活 直到许淳美在怀孕的时候 开始发现郑其松出轨的蛛丝马迹 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许淳美十分痛恨那个 抢自己老公的第三者 经过打探和观察之后 许淳美发现这个第三者 就藏在郑其松的公司 气急败坏的许淳美 直接冲进公司找她 这件事情在公司里被员工们 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讨论了很久 一天 许淳美肚子里的孩子早产了 许淳美打算把她寄养到 远方亲戚家 直到这个孩子找了过来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郑其松也不敢再有所动作 安安稳稳地和许淳美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最终因为肺癌离开了 而许淳美就成为了郑其松 百亿身家的继承人 比起这些钱财 许淳美更在意的是郑其松 所以在郑其松离开后 她甚至有了要追随的想法 好在最终被一个男人救下 也正是这个男人 让许淳美走了出来 这个救下许淳美的人 正是她的第三任丈夫 黄海明 当时黄海明刚巧 打她电话谈合作的事情 但是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黄海明就去了许淳美的家中 结果就发现已经婚过去的许淳美 她很快把许淳美送往医院 被救回来的许淳美 放向自己身边的黄海明 突然就有了求生的希望 并且把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了她身上 而遇到这么个多金又恋爱脑的富婆 黄海明求之不得 所以很快就和许淳美结婚了 婚后的许淳美每月 都会给黄海明上百万的零花钱 但时间长了之后 许淳美发现她似乎并不爱黄海明 所以最终选择出轨 只寻找真正懂得自己的灵魂伴侣 没多久 许淳美就和一个小自己 二十多岁的男模 邱品瑞在一起了 并且还用两百万现金 和价值五千万的手表 当作订婚礼物 但令许淳美没有想到的是 邱品瑞有不良嗜好 经常会和许淳美要很多钱来还债 并且这时候才醒悟过来的邱品瑞 看上的只是她的钱 但许淳美在爱情上 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 在曾经和自己有过纠葛的林宗一 也找上门来的时候 她还是选择相信了她 林宗一和邱品瑞一样 都有巨债要还 并且她都贪图许淳美的钱 所以在林宗一拿到许淳美的钱之后 果断选择了离婚 或许经受几次失败的婚姻之后 许淳美终于醒悟了 也或许是她 再也不想和那些贪图她钱财的人有瓜葛 许淳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心理挣扎之后 选择了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的佛教 在她皈依佛门之后 曾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那时的她披散着头发 身着一袭黑色的大衣 之后许淳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只是偶尔有传言说 她在专心修佛 有人说她在做公益 活了大半辈子的许淳美 从贫苦人家的小孩 到父太太再到专心修佛 热心公益的好心人 她的人生简直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她曾被人称为法拉利姐 原因是张婷婷曾经开价值百万的法拉利跑车 却违规停红线 遭到民众的指责 并被他们用工具挖坏了跑车的引擎杆 当时气愤不已的她在镜头前控诉 用着杀眼的声音和爆棚的自信 自称自己是美语 也因为这件事 张婷婷在网上爆红 人称法拉利姐 走红后 张婷婷顺势进入了娱乐圈 陆续上了不少综艺节目 更趁势推出单曲 《你地不要停》 播播播 她更耗资十多万元 在端午节前推出新曲《5151 119》 自费花钱出了五张单曲 排斥巨资拍摄MV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但现实却是相当残忍 除了第一首单曲收入勉强能补上支出外 其他单曲基本都是赔钱状态 最后连节目通告也没有了 可以说是相当惨淡 之后 张婷婷因为歌曲效益不好 宣布暂退娱乐圈 可祸不单行 张婷婷的生意也是屡次亏损 法拉利早就被卖掉 换成了钱 后来张婷婷靠在街边卖烤肠卫生 结果烤肠还被查出不卫生 多次被人取报 最后无奈收贪 据台媒报道 张婷婷曾穷到户口只剩零元 还要靠母亲接济才能活下去 不得不说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张婷婷红的时候开法拉利 还享受众多小鲜肉的追求 身无分文后身边只剩下老母亲 张婷婷也终于舍得面对现实 坦言自己现在不够漂亮 也不红了 也没有人想看了 最后张婷婷也算是真正看清楚了 娱乐圈没这么简单 挣钱也没那么容易 三 惠慈 惠慈当年和男友上分手节目 分手擂台 她以独特的腔调喊着 Oh my God 加上莲花指的招牌首饰 跟她受到观众关注 之后又和如花 汤泥陈与好纳鸡组成 卢慧鸡汤 不过没多久就解散 消失后的惠慈 近年来除了偶尔被粉丝捕捉身影 几乎难以取得她的消息 惠慈曾接受 ET Today星光云电房表示 她坦言没有用网络 所以也没办法看新闻 更看不到相关影片底下的留言 就别说使用社群软件 不过她还是谢谢大家关心 还坦言自己其实 还很想念演艺圈 但因为合约相关问题 实在太麻烦 爸妈也会担心 所以暂时没有规划 提到最近有没有恋爱的对象 她笑着说没有 不过最爱的偶像依旧是王石贤 随后不忘感谢记者辛苦 真的就如传闻一样 私底下的绘词相当亲切又礼貌 4.如花 艺人如花当年与吴宗献合作综艺节目 综艺最爱献 以夸张浓艳的妆容 及俗到不行的造型半丑 搞笑一戏爆红 堪称是女丑十足 却因为合约问题淡出眼圈 演艺事业就此没落 许久未出现在一幕前 可网络上疯传一张 她减肥整形后的照片 只见照片中的长发女子 身穿低胸背心 热裤 秀出白皙的肌肤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虽然乍看之下是如花本尊 但有人揪出其实这是个泰国人 而如花本人也在平台上斥责 有整形诊所 用该照片误导民众 澄清自己并没有整形 故意外界不要相信不识谣言 但仍有网友认为 如花若是改变妆容和服装 应该也会有变美的效果 事实上 如花受访时曾表示 除了怕痛和留下后遗症 基于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等理由拒绝整形 他们进入娱乐圈后 从一袭爆红到烦人问津 尝尽了演艺圈内的人情冷暖 才明白只有实力傍身 才会走得更远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